6月8日,中国即将迎来第三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作为飞翼宣传展示系列活动之一 一场昆曲名家折子戏展演日前在公王府举行 当晚,中国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得主 青年昆曲演员于九霖亮相公王府大戏台 为观众带来折子戏《御簪记》中的偷诗 在这么一个非常古典的公王府这个戏台上 我觉得非常有种好像穿越的感觉 因为往往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大剧院 那种就是镜框式的那种舞台 现在这样一个三面的舞台 我觉得是更传统,更古典 更有和我们这种传统昆曲 这种贴近的,这种吻合的感觉 而在前不久刚刚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 青年昆曲演员顾卫英也来到现场 同样是表演经典折子戏《御簪记》中的桥段 他更重视揣摩剧中人物的心理 在一批笑间讲故事 为观众展现昆曲的魅力 《秦条》这一出戏呢 在整个御簪记里面 是特别难拿捏的一出戏 陈妙长是一个青春少女 又是一个道姑 这样的一种身份 然后呢又遇上了一个 就是青春少俊 叫潘碧正 那么他俩呢 在这个偶遇的这样一刹那呢 就发生了这种少男少女的爱情 怎么样来把握这种既热又冷 那么这一进一出中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传神的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表演现场除了不少酒精沙场的实力唱将 一位昆曲小将也十分引人注目 我今年13岁了 然后学戏曲已经6年了 今天表演就是护家庄里面的护三娘 戏曲就文的有舞的 然后舞的有些音姿色爽的 然后文系那种柔 护家庄这个主要是三大要素 然后是美 美 翠 灵活的身段 红亮的唱腔 在这位昆曲小演员的演绎下 梁山女将护三娘跃然台上 当晚 数位来自昆曲小镇 江苏省苏州八成的青年演员登台现场 分别为观众表演了 玉簪记中的《琴跳》 偷诗 牡丹亭中的《惊梦》 《寻梦》 《离魂》等经典折子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